你們家有多少田老闆 田很多 多少個田都是我們爺爺奶奶去做 我們爺爺已經快80歲了 78了 我們奶奶74了 哇 那生氣還很好 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早上好 這裡是花苗去吃飯 我是花爪 看看我們現在在哪裡 Hello 看到了嗎 我們現在在凍寨門口 好漂亮 今天造星凍寨這邊準備開始過凍年了 我們又來操熱鬧了 今年因為疫情的原因 所以他們也只搞三天 我們去看看有什麼好玩的吧 我新娘 還在家裡 在家裡 在家裡 加油 哇塞 才有氣氛足 哇 這邊這麼多人在幹嘛呢 這是扔豬腳比賽 看誰是遠嗎 對 我都在家裡 我拿走的一點 可以 我看了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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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在喵总脚下了 要是啥呢 我就是我的了吗 你做梦 它挺酸的 闻到了隆重的木浆子味 我说我想喝点糯米酒 老板说你先尝一下 它这个有四五十五 说他们家这糯米酒 是三点子糯米酒 我有点愉悦 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甜丝丝的 那么幽默 这个是他们家羊维泡 一个巴子 这个好甜 这个是什么 什么东西特别爱情 喝 来 来 来 我帮我去 等等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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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拼了 不要拼了 这个是酸菜炒肉末 看到无盐酸菜的另外一种吃法了 毛豆炒香猪 你们家什么都是自己种的吧 对 都是原生菜的 然后什么羊梅也是自己种的 什么都是自己种的 刚才看他们扔猪脚 看的实在是太饿了 所以赶紧过来吃饭 泡满天就发到家吃光了 这个他们刚刚去菜场里买的 稻花鱼 据说这家店是他们这条街上 唯一本地人开的一家店 他们自己家做的 所以这里还有种菜 老板娘说这是他们这里最好吃的辣椒 手搓辣椒 哇 哇 他们好鸡子呀 先喝汤 我要先吃 来啊 苗总 哇 哇 哇 这个酸汤还可以 味儿挺正的 刚才吃到了 这个好萌萌木箱子 你尝尝我觉得鱼不错 鱼也蛮弄的 他们这边说的是稻花鱼 是在稻田里养的 据说稻田里养的鱼 我们各种进行的鱼 啊 怎么了 要去抓一条 先抓一条 那个稻花鱼的给我们看一下 漂亮的老板小姐姐听说 我们在讲稻花鱼 抓一条活的给我们看一眼 哇 哇 哇就直接徒手抓了呀 对 金色的吧 这么一点点大的 放在田里面放了 要一年两年以上才这么大 它人家是飼料养的嘛 然后我们这个鱼的话 放在那个田里面 就比那个鱼也好吃 刚才说它是那个 红尾巴 红尾巴 确实是 红尾巴 然后你看它鳞是很金色的这种鳞 在灯光下看起来还有点泛金 是的 小鲤鱼 然后这种鱼呢 会比那种飼料养的鱼 瘦一点 它肚子没有那么的大 它体型相对较为匀称 好看 谢谢 来点他们这的酸菜炒肉末 他们这啊 这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特色 就是他们这的猪特别好吃 葱姜溶姜的这个 葱姜香猪啊 我们上次来找过 都没有找到特别好吃 景区里反而有些比较好吃 所以 好香 有点 这种鱼 赵猪 很香 有点 所以 是 他们家所有都是他们家的 是的 是 人家爷爷奶奶说每天不上山干活 就会难受 这叫做每天不吃得好 就会难受 你的妈妈 对 你的妈妈 你们家有多少钱啊老板 甜吗 嗯 甜很多就是很方便 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哦 爷爷奶奶好勤快啊 很远的甜 多少个甜都是我们爷爷奶奶去做 我们爷爷已经快80岁了 78了 我们奶奶74了 哇 那生气还很好啊 坚持住 酸汤鱼好不好吃 其实第一是看鱼好 第二是看酸汤 嗯 鱼好吃 这酸汤鱼就成功了一大半 然后酸汤让它再好吃的话 这个鱼就很小 嗯 这种鱼我们在市里真的买不到 再搞点小酒 这个鱼就挺熟乎 好了 酒足放饱之后 我们就准备撤了 喜欢的欢迎关注 按下点赞 给我们更多鼓励哦 拜拜